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老佛爺歸來 老佛爺翻紫禁城是一次傷心的返鄉 在他出走的艱辛的兩年中 他似乎老了十歲 但是在他整個外出期間 他從來沒有喪失過信心 他相信他的好運最終一定會令到他勝利 他會重新得到他失去的榮譽 他失去他只是因為他聽信了端王 那個義和團的組織者 老佛爺坐在他的轎子從正陽門進來 他在轎子上抬頭看著高高的城牆 頓時回憶起兩年前他所忍受的恥辱 幾個外國人站在城頭上向下俯視 稀笑地看著他可憐的堆裂 在暴動前的日子裡 他們不敢這樣做的 在那些日子裡 老佛爺外出的時候 街上總是冷冷清清的 因為沒有人被准他在太后路過的時候趁熱鬧的 隨和老佛爺一齊回來的 有被廢出的光水皇帝 皇后 大阿哥和李蓮英 隊列經過城門進入北京 這次不是一次海船 老佛爺知道 遠在他到達紫禁城之前 外國人的手可能已經伸讀他的所有珍藏珍寶的地方 可能他們已經蝕讀了很多世紀以來 只有皇家足跡才能去到的聖地 但是這個堅強的老夫人 由他的忠心太監巧夫抬著 急匆匆地前進 經過紫禁城的中央大門 最後他終於從逃亡的地方回到家了 但是這裡發生了很大的變化 所有可以攜帶的珍寶不是被偷渡 就是被外國人帶走 他們的勝利入侵 名義上是解救外國使館 實際就是被外國人進行搶劫 略奪提供機會 有一個外國人更加放肆 他竟然坐在老佛爺逃亡之前 所坐的寶座上拍照 李連英獲得了這張照 從照片上來看 他只是一個普通平民 他粗野地坐在老佛爺的寶座上 一隻腳架在鋪有黃色墊子的椅子扶手上 痴呆呆地對著相機 細長的手指中還夾著一根香煙 他必須為自己的這種行為受到懲罰 老佛爺對這件事非常氣憤 那是必然的了 毫無疑問 那又進一步加深了他對外國人的仇恨 這樣也不能怪老佛爺 外國人從進入中國的第一日 就成為搗亂分子 當老佛爺進入滿洲人的聖地 見到聖地中外國人游論的慘狀的時候 他的心都要碎了 珍貴的屏風被損壞了 花瓶被打碎了 珍貴的小食物 只剩下殘渣碎片 這是幾個世紀以來 早上代代相傳的全家寶 他們當中 有些被破壞者打碎了之後 隨手扔在附近 有些被蝕責偷了 在老佛爺眼中 最重大的損失 是莫過於他自己的無價之寶 玉璽的雕塞 這是永遠無法彌補的損失 建築物只剩下殘骸 野草從庭院地面上的鵝卵石墳裡露出 一個寂寞的城市 就像他今天的狀態一樣 是一個包含著懷念 愛戀痛恨和傷心的地方 老佛爺再次回到聖地的時候 受到數千名中國平民的歡迎 他們站在遠處 看著老佛爺回到紫禁城 這位不屈不撓的老婦人 立即著手收復 在外國蠻子中 慘遭破壞的紫禁城同皇宮 她將同皇前 收在井裡的財寶釣出 將金庫的內牆拆掉 皇室的財寶 立刻就顯露出來 絲毫無損失 有幾多個對財富貪得無厭的外國人 在金庫附近紫砌資地活動 但是就不知道裡面有財富 參加鎮壓義和團的外國列強代表 恐怕有幾百人 都參與了對紫禁城和皇宮的搶劫和掠奪 雖然運動是中國人才發動的 但是那些外國人的行動 和那些參與他們的行動 或者支持他們的行動的官員 是不可搖書的 他們當中有些人在今天 都還是知名人士 或者是他們應得的 這只是表明他們現在 在秘義和團運動的日子裡 在中國的表現聞名得多 對於這種階層的洩責 用什麼語言助就他們都不過份 但是因為他們還去活著 所以我不提他們的名字了 士兵們在北京的街上賭博 用搶尼的珍寶做賭注 他們的長官並不是不知道的 這些小工藝品在倫敦、紐約 舊金山的商店廚窗中出現 而且被無恥地公開出售 這是一種無言的證明 就是那些想改成中國的外國 實際上他們的文明程度遠不如中國 即使是今天的軍閥 他們當中有些人 可能以前是有野心的苦力或者土匪 他們對舊王朝遺留下來的珍貴文物 也是非常珍惜、精心保護的 遠遠不像當年進入北京的外國人 那樣對他們任意猶倫 當時沒有人有這麼大的力量去阻擋那些賊手 我又說完了 老法爺回來了 他知道在他離開的時候所發生的一切 當他聽到珍貴文物慘遭破壞的情況 聽到中國婦女被外國人強姦的情況 聽到那些放肆的破壞、侮辱、 和竊讀聖地的行為的時候 他非常之痛苦 但是他這位老婦人抬起頭 開始重整旗鼓 他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憎愛國人 甚至將這種仇恨帶入墳墓 但是他不願讓愛國人滿意地看到 由於他們不可謠說的缺德行為 而令到老法爺自己沮喪和消沉 在老法爺逃亡前 背叛他的太監又膽怯地回來了 老法爺接受他們回來 因為在他的重建計劃中 他需要他們 在逃亡前夕 李連英將他的巨額財富 埋在他的師弟的地板下 現在他又將他們挖出來 他還是像過去那麼多年來一樣 管理著那些仆人 一個短時期內 老法爺異常地熱衷於 恢復止禁成昔日的繁榮 朝廷又變成了昔日的朝廷 庭院裡又回蕩起皇族的腳步聲 以及宮眷門和士叢門克制的笑聲 老法爺逃離驚承 並沒有像他原來預計那樣失去那麼多 他認為他的逃亡是一種恥辱 實際上是被外國人作為燒病 但是他們不可能追蹤到 老法爺去到偏遠的地區 老法爺也完全可以嘲笑他們想報復 但是又無能為力 至於老法爺的朝廷 在兩年之久的流亡中 沒有離散過 雖然由於很多人的背離 人數是大大地減少了 但是背離的都是仆人 現在這些仆人又回來了 而且被留下來 重新安排在他們原本的工作崗位上 只是短短的一段時間 朝廷就恢復到令人難以相信 他曾經逃離過子禁城的程度 老法爺的木匠、石匠、畫師、夜以繼日的忙碌 忙著收復、重建和整頓 其中除了李連嬰 對工作進行最積極的莫過於是老法爺了 李連嬰掌管修建合同 在與木匠、石匠、畫師以駕的時候 考榨勒索 從中又為自己撈出了一筆外塊 於是紫禁城、移和院和西院又再生了 但是在有幾件事情上 老法爺是堅持幾件的 雖然李連嬰用他一貫的獻微方式提升老法爺 而和院裡有幾條石頭路最好修一下 但是老法爺始終不同意 因為修路就必然要消除那些外國炮車輪子的軌跡 老法爺希望他們永遠留下 以此提醒他自己過去犯下的錯誤 以及他對洋人永遠的仇恨 在西院的北海 由一個建築的一角被削去了 出於同樣的原因 沒有被修復 這些外國人留下的痕跡 老法爺對外國人仇恨的記憶 以及由他們所表達的一切 至今在移和院和北海都可以看到 因為老法爺沒有採納李連嬰 關於修復這些殘跡的建議 一直到他死 而在他死了之後 就沒有人再關心這件事了 老法爺回京沒多久 另外外國代表團就遞了一張單給他 實際上是一張黑名單 上面列出對義和團運動 應該負有責任的人的名字 而且要求給他們予以恰當的處分 雖然對老法爺這位自尊心極強的統治者來說 無疑是他必須吞的一服苦藥 但是他還是接受了這種要求 當他看到端王的名字很顯眼地 在名單上的時候 他的痛苦稍稍緩解了一些 為了整個事件 他譴責了端王 由於端王是王族成員 所以他不會像其他很多人一樣被斬首 也不會被窗壁 對於他的處分就是終身流放 按照大清刑律 他的家屬必須和他一起流放 這樣就給了老法爺一個機會 既可以取消那個選得不合適的太子 又可以不用承認自己在這個問題上的錯誤 聖子下來 太子被廢了 這是因為他父親犯的罪 也因為愛國蠻子的要求 當然也因為老法爺希望找個藉口來廢出他 不過老法爺不會說明 於是大大哥就要跟他父親一起被流放 即使如此 老法爺也不能完全承認他選的太子是非常不好的 他向大家表明他認為大大哥和端王的罪行無關 而且雖然他口頭上下令把大大哥流放 但是眾所周知 大大哥從來沒有離開過北京 所以在他最終真正受到懲處之前 他還有條件去做更多的壞事 從家慶關於不立太子的聖子下達之後的第一個太子 大大哥的情況就是這樣 這件事的重要性在於他從側面說明了老法爺性格的挖強 一旦他決定了的事就絕對不能改變 除非客觀環境被他施加了極大的壓力 這種挖強令很多歷史學家認為他偉大 但是也正因為這種挖強的性格給他帶來了很多困難和痛苦 納大大哥這個例子就是出於他對光水極端的憎恨 他想要進一步貶低光水 這個原因主要是慈安在世的時候 光水曾經成為他身邊的一根釘子 還有一個原因是光水很多的行動 在老法爺的眼中是對他不尊重的表現 由此我們可以看到老法爺也是一個有性格的人 特別是一個女人 是不可以讓他承認他做的事情中有很多是錯的 他任性讓過分的智庫和虛榮控制著自己 那就可能被他的神聞帶來很大的痛苦了 老法爺回來了 但是他的處境是很困難的 全中國的人所有外國使館的人都知道 他是因為什麼而逃亡 多數人將恐怖事件的發生歸罪於他 但是對他來說 他的任務就是重新獲得他失去的威信 他不是那種卑躬屈塞 忍辱含救或者請求人原諒的人 他獲得他希望結局的方法是很簡單的 他重新坐上了中國的王座 就好像他以前坐在那裡一樣 似乎什麼事都沒有發生過 他被外國大使夫人發請貼 請他們來參加宮廷宴會 他好像往常一樣主持早朝接見大臣 在過去的兩年中 他被這些大臣的命令 是由信使經過遼闊的內地轉到這裏的 他的行為太然致虐 一點都不像曾經做過什麼異常的事情 以至連他的敵人都開始懷疑 過去發生的事是否和他有關 他輕鬆愉快 裝到若無其事 因為他是中華帝國歷史上最強的人 他完全有力量克制自己 他正在說話 因為他會以為他留心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